2009年11月13日 由灾难片大师罗兰·埃莫里奇指导的灾难大片《2012》在全球同步上映 这部电影讲述了 由于受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太阳爆发的影响 地球自身的平衡系统已经面临崩溃 将受到各种自然灾害的袭击 而根据玛雅预言立法推算 2012年12月21日将是世界末日 人类的历史将在那天进入新的阶段 整部电影的灾难场景特效逼真 让人惊叹不已 甚至有很多看过该片的人在想 2012真的会是世界末日吗 在河南洛阳就有这样一个人 看了2012之后 完全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 他觉得既然人的生命如此脆弱 就应该及时享受及时行乐 并把这种想法付出了行动 最终竟引发了一起令人痛心疾首的惨剧 今天收听本期的派案故事 堕落的借口 1996年初 张峰夫妇从上海辞职 回到了洛阳老家和张峰父母一起居住在一间只有六十多平方米的两居室里 两人拿出这几年积攒下的七万元积蓄 在长兴街开了一家小超市 自从开了超市后 妻子孙媛每天带孩子 而张峰除了上厕所以外 其余时间都是待在超市里 连晚上睡觉也得一个人在超市里打铺看店子 两年后 超市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像张峰开的这种小卖店式的超市 物价比大超市的要贵 商品种类又少 生意冷清了 而此时 儿子张子能上小学了 开销一下子陡增 为了养家和供儿子上学 张峰只得和妻子轮流二十四小时经营超市 以求多挣点钱 2006年 儿子张子能升入初中 妻子和张峰商量后 两人又在洛阳市区 按揭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 这样孩子就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了 如此张峰夫妇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这些年 开超市攒的钱 基本上都拿出来买了房子 每个月还要还房贷 夫妻俩只能更加节约的攒钱 儿子在校注读 夫妻俩每天都是闲菜办饭 虽然自己在开超市 可超市里的食品饮料 什么滋味 两人都不知道 2009年11月15日 张峰到武汉进货时 到朋友刘飞家待了一天 晚上 刘飞说朋友送了两张 金益电影城的电影票兑换券 想和张峰一起去看2012 张峰这时才发现 自己自从孩子出世后 就再也没有到电影院 看过电影 于是他很兴奋的答应了 张峰被电影中逼震的灾难场景震撼了 他甚至相信那根本就是灾难现场实拍的 回到刘飞家中 见刘飞的儿子正在电脑上看网页 他便让他的儿子搜索了一下玛雅预言 这一搜 把他吓了一跳 原来真的有玛雅预言之说 而且据说已经有四个预言实现了 而第五个就是2012年世界末日 他心中突然冒出一种悲凉的感觉 自己这辈子都在为生活奔波劳累 没有真正享受过一天的好日子 如果真的像2012中那样 要在灾难中死去 自己这辈子也太不值了 自己攒再多的钱又有什么意义呢 那天晚上 张峰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怎么也睡不着 脑子里总是不断浮现着2012中的灾难场景 想到那些在灾难发生前一秒 还在为钱拼命的人 张峰突然想开了 如果明天真的是世界末日 我为什么还要如此劳累辛苦 我何不让自己在有生之年活得逍遥自在些呢 第二天吃过早饭后 开了窍的张峰 没有去进货 他关掉手机 跑到黄雀楼 桂园寺等地 游玩了一天 在桂园寺游玩的时候 他还很诚心的 交了200元的香火钱 当天晚上 他没有去刘飞家里住 而是住进了酒店 第二天早上 当他打电话 向刘飞告别的时候 刘飞在电话中急切的问 哎 我说你跑哪儿去了 嫂子昨天晚上把我电话都打爆了 你赶紧给他打个电话 报个平安呢 原来 本来张峰前天就应该进货回家了 可是却连个电话也没有打回家 孙元打他手机又关机了 想起丈夫带着一笔货款 到武汉进货 担心他出事 他便将电话打到了刘飞家 张峰这才给孙元打了个电话 然后乘车回了洛阳 见丈夫空手而归 孙元以为他真的在武汉 被人把货款截了 忙问他情况 谁知张峰满不在乎的说 都世界末日了 还进什么货呀 咱们还是多享受享受生活吧 一句话说的孙元莫名其妙 不知道丈夫这是怎么了 张峰便给孙元讲起了2012 并告诉他自己已经在网上查过了 真的有所谓的玛雅预言 而且据说已经实现四个了 第五个预言 就是电影2012所讲的世界末日 孙元听后 差点没气婚 难道你不打算做生意养家了 你不做事 用奶奶的钱去舒服得过日子呢 张峰不以为然地说 钱财乃身外之物 只有及时行乐才是真理 孙元被气得说不出话 大蹲在地上伤心地哭了 当天晚上 张峰很早就让孙元把店子关了 这让孙元更是诧异 张峰看着孙元惊讶地 瞪着自己不屑地说 你怎么这么不开窍呢 晚上守半夜能挣几个钱啊 又那么累干嘛呀 孙元想想休息一次也好 等他这个热度过了也就好了 第二天一大早 张峰就起床出门了 孙元还以为他去超市开门 谁知中午送午饭时 却发现超市的门紧锁着 根本没有张峰的影子 他正要打电话给张峰 就看见张峰抱着一个盒子 慢悠悠地走过来了 原来张峰早上起来 并不是开店 而是跑到电脑城 买了一部联想的笔记本电脑 孙元再也憋不住了 他指着张峰的头骂道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你整个质破案人做什么呀 张峰白了他一眼 你懂啥呀 要是连电脑都没玩过就死了 那岂不是很不值 我还买了张无限网卡呢 说着张峰便打开超市 一屁股坐在收银台前 鼓都起的新买的笔记本来 根本不管超市里的事情 第二天 两人都没有去开店 傍晚 张子能回家过周末 他习惯性的先来到超市 拿家里的钥匙 却发现超市没开门 回到家 他见父亲在房里上网 母亲在客厅的沙发上呆坐 见儿子回来了 孙云一把拉过儿子 将张峰这几天的反常举动 都告诉给了儿子 儿子听后也指责父亲做法 有些过火 这时张峰从房间跑出来说 傻儿子你怎么跟你妈一样不开窍呢 不晓得享受生活的人活着有什么意思 吃过晚饭 从来不打牌的张峰 跑到家附近的福星茶馆 打了大半夜麻将 结果输了七百多元 没想到他走出茶馆后 竟轻松的输了一口气 爽 虽然交了七百多元的学费 但是得到了享受 花得来 11月21日是周末 张峰一直睡到中午才起来 起床后 他仅仅只是去超市 换孙云吃了中饭 便离开超市 又跑到福星茶馆马长城了 几个人边打边聊 一个和张峰很熟悉的马友陈辉 突然聊到自己去过的一家娱乐城 说里面的节目很精彩 进去很享受 张峰马上来了兴趣 打完牌后 他悄悄拉住陈辉 让他带自己去那家娱乐城体验一把 四天后 张峰发现自己所带的六千多元钱 已经所剩无几 这才回了家 为了平息妻子的怒火 他用手头上仅剩的四百元钱 给妻子买了一双皮鞋 孙云本来一肚子火 可见张峰出去看朋友 还不忘给自己带点东西 心中的怒气也就消了 晚上回到家 得知张峰出去四天 就花了近六千元 他气得贪坐在地上哭道 六千啊 我得手多长时间的超市才能挣回来啊 你还顾不顾这个家了 张峰却理直气壮的说 钱不就是挣来花的吗 不花我那么辛苦挣来钱干嘛呀 带进棺材呀 你还是跟我一起享受享受生活吧 孙云被气得无言以对 十一月二十八日是星期六 儿子张子能回家过周末 见父亲每天迟着 人活着就应该及时行乐的歪礼 在外面打牌 炮脚 将家庭责任抛却脑后 他也很想帮助父亲 回到现实生活中来 为了阻止张峰再到处行乐 母子俩商定 先借口张子能学校有事 孙云需陪他回学校一天为由 让张峰照看一天超市 张峰很不情愿的答应了 孙云带着儿子在街上逛了一圈之后 准备悄悄的回超市 看看张峰有没有认真做生意 谁知两人刚走到路口 就看见超市的门又锁上了 拨打张峰的电话又关机了 孙云立马明白 张峰又去行乐了 他拉着儿子直奔复兴茶馆 果然刚走到茶馆门口 就听见里面传来张峰的声音 又放炮了 爽 孙云冲进茶楼 一把就将张峰桌上的麻将掀翻了 打 我让你打 张峰见状顿时也火了大骂道 你这个不开销的东西 不动享受生活也就算了 还得干涉老子生活干啥 随即两人撕打起来 早已泪流满面的张子能 赶紧冲上去抱住张峰 大喊着 爸 爸 难道你真的不要这个家了吗 这时张峰夫妇才停止撕打 孙云哭着说 你爸 你爸现在什么都不要了 不要我们也不要这个家了 说完便拉着张子能离开了 回去后 孙云越想越气 索性也不做生意了 收拾行李 住到了朋友家 下午 张峰听儿子说 孙云生气 住到朋友家去了 不懈的对儿子说 没人做饭 走 咱下馆子去 张子能觉得父亲这样太浪费了 不愿意去 张峰拍了拍儿子头 小子 别跟你妈学 她那叫不开窍 你知道吗 人活着就得及时行乐 听爸的 绝对没错 张子能气得冲父亲吼道 我不管什么世界末日 我只想要回以前的爸爸 我只想找回以前的家 我不想你和妈妈每天吵架 说完 张子能已是泪流满面 儿子的苦苦哀求 并没有刺醒张峰 孙云不在家的这些日子 张峰也没有做生意 他从存折里取出五间园 准备自己一个人好好享受几天 十二月二日 张峰从一个牌友那里听说一家娱乐城里有漂亮小姐 顿时来了兴趣 他想不出去风流一下怎么算男人呢 当天晚上他摸到那间娱乐城找了一名小姐 正当张峰沉在温柔乡中的时候 110的民警闯了进来 原来有人举报这间娱乐城 有人嫖娼 张峰和小姐一同被带到了派出所 随后派出所打电话 通知孙云让他拿五千元来将张峰保出去 孙云红着脸将张峰保出来后 回到家就将一纸离婚协议 扔到了张峰面前 可张峰说什么也不愿意在上面签字 两人冷战了两天 十二月四日一大早 张子能就回到了家 孙云忙问他为什么没上课 张子能将书包使劲往地上一摔 歇斯底里的吼道 我再也不上学了 同学们都说我有个流氓爸爸 我就是流氓儿子 现在都不愿意打理我 我昨天还被人家打了 原来张峰嫖娼被抓的时候 恰巧被张子能的一个相熟的同学的爸爸看到了 他回家说了后 很快就被那个同学传到学校 结果张子能被同学孤立了 还喊他小流氓 不仅如此 他感觉老师对他也冷漠了 这让张子能很受打击 他不明白为什么父亲的过错 要牵扯到自己的身上 他受不了同学们的嘲笑 只得逃回了家 孙云听完儿子的话 心里五味杂陈 张峰也感觉对不住儿子 却又不知如何去安慰他 第二天就是周末 孙云便让张子能在家好好休息休息 周一再陪他去学校跟老师解释下 十二月五日早上九点 孙云坐好早点之后 喊儿子起来吃 却迟迟不见回应 他推开儿子的房门顿时蒙了 儿子躺在床上 右手吊在床边 手腕声低声 全是心血 儿子竟割腕自杀了 孙云哭喊起来 听到哭喊声的张峰赶紧跑过来 健庄后赶紧打了120 120赶到后 却发现张子能已经死亡多时 这时 张峰在儿子的床头看到了一封信 信封上写着 给我亲爱的爸爸 张峰打开信封 里面是一封泪痕斑斑的信 亲爱的爸爸 我实在无法面对同学们那歧视的目光 我感觉我真的犯了错 回到家 你现在总是和妈妈吵架 我以前那顾家的爸爸哪儿去了 我很想和你一起享受人生 可你享受人生的方法 让我感到恐慌 我感到好累 我想 除了死 我没有其他解脱的方法 爸爸妈妈 对不起 张峰看到这儿 顿时趴在儿子的尸体上 嚎啕大哭起来 儿子 你起来呀 快起来呀 是爸爸害了你呀 好 感谢收听这期的拍案故事 我卡这梁 deb了 让我合作的